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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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還清涼 市區只有15度左右 但下午陽光充沛 各區高溫普遍有20度或以上 比昨日高2度左右 天氣晴朗由於中國東南部一度高壓直 為本港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而一股黃暖的偏東氣流 將會影響廣東沿岸 天氣將會回暖 看看今天在天文台錄得的氣溫 是介乎14.8至20.3度 6點鐘氣溫由18度 相對濕度65% 又將時間交給天氣先生 而明天大致天晴和乾燥 氣溫介乎16至21度 吹和喚的偏東風 晚間離岸風勢清淨 而於明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就是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是5 強到屬於中等 剛才提到 受到一股黃暖的偏東氣流影響 農曆新年假期天氣會黃暖 最高氣溫有22度或以上 不過雲涼就會多一點 再和大家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廣州外門天晴 廈門多雲 台北都是多雲 上海有趙雨 北京多雲 雅吉達洛雨 胡志明市和馬尼拉都是天晴 墨爾本色尼天晴 布里斯班有趙雨 而奧克蘭是天晴 微洲方面 溫哥華有雨 三凡士多雲 洛杉基天晴 紐約和多倫多都是天晴 和歐洲方面 倫敦多雲 巴黎趙雨 蘇黎世明朗 法蘭克福多雲 阿姆斯特丹是天晴 今晚天你講到這裏 拜拜 拜拜